今天,毛主席诞辰125周年,这一天其实才是值得国人庆祝的圣诞日 125年前的12月26日,伴随着啼哭,一个婴孩呱呱坠地 一位顶天立地的中华巨人就得诞生 这位中华巨人,镇谷说今,空前绝后,他来世为改天换地 他走时留下太平盛世,他注定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一代伟人 他到底有多伟大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他是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 瑞士前主席格内吉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说,他是巨人中的巨人 美国前总统福特说,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他用兵真如神,80年前红军25000里长征途中 遵义会以确立毛泽东党的领导地位 在最危险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强度大渡壳,飞夺卢定桥,四毒赤水 摆脱重兵为劫 留下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家话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他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 新中国建在一穷二白之上 建设新中国一分钱呆八半花 建国时饱受战争之苦 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 国民党把大陆财富掠夺一空 将价值100亿美元黄金运往台湾 留下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 毛泽东时代国股寸土不让 大为国立威之战绝不手软 内有上百万国民党残兵 上百万土匪作乱 外有为国立威逼打之战 抗美人潮,中印之战 元月抗美,西沙之战 我们都打赢了 那时被战被荒一刻不停 三线建设 深挖洞建成地下长城 当了裤子都要搞两档一行 那时必须利紧裤带去艰苦创业 毛泽东带领群众 创造出远远超出5000年中国 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总和 试问 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 一辈子怎得两辈子 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 中国过去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 他在外交上展现了东方大国领袖的风范与气度 1973年2月 毛泽东会见尼克宗 开启了中美两个大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他为新中国牺牺牲了六位亲人 走的时候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遗产 为有牺牲多壮志 赶叫日月换新天 时珍已指向2018年末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如今首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 一带一怒诚意 正让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告慰伟大领袖毛主席 中国这省事 正如您所愿 今天共和国缔造者 军事家 政治家 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日 对中国来说今天动地的大事 伟人就是伟人 看透事物的本质 几十年前毛主席就把特朗古看透了 1949年8月14日 新中国建国的前夜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一文中说 导论失败再导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 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六十年过去了 美国还在毛泽东讲的这个逻辑里改乱 美国还是那个美国 没有什么改变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说过 我们是要和平的 但是只要美帝一天不放弃他那种 横满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一直战斗下去 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 我们愿意立即停战 剩下的问题带将来去解决 但美帝不愿意这样做 那么好吧 就打下去 美帝愿意打多少年 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 一直打到美帝愿意罢首的时候为止 一直打到中国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特朗普又打贸易战了 又要在朝鲜、伊朗、乌克兰打仗 你不让他打 劝他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 那就奉陪到底 不要有任何幻想 毛主席还说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 要是讲一点理的话 那是被逼得不得理了 最近不断有人说美国法律体系完备 华为案件要通过法律解决 可是如果讲法律 美国会抓人吗 有人说美国政治不干涉法律 可谁都知道此案就是特朗普主导 说特朗普不知道此案 鬼都不相信 有人说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 政府不干预企业 可是特朗普高举的是当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打压华为是特朗普亲自下令 封杀华为是美国政股行为 有人说美国遵守契约精神 特朗普天天在退群毁约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 毛主席说 美帝国主义和一切板洞派都是职劳苦 我们要学锦阳刚上的武宗 锦阳刚上的劳苦 刺激他也是那样 无字机他也是那样 总之是要吃人的 或者把老虎打死 或者被老虎吃掉 二者必接其一 中国人正团结起来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坚定了中国人的信心 1940年 毛泽东说 以斗争求团结 则团结囤 以妥协求团结 则团结王 今天美国财长姆努钦打电话 中国副总理刘鹤讨论中美贸易谈判问题 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真理 绝不能妥协 最后期则团结婚 我根本就就这样 给大家看 我说 你帮你 那我来说 你帮你